3分钟医学堂让你更健康 大家好 我是张继口腔外科苏俊阳医师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关于人工植牙与齿槽骨重建 人工植牙已经是在牙科当中相当普遍 而且具有高成功率的牙科治疗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身边 仍然有许多关于植牙失败的传闻 因为这些传闻让人却步 所以只好继续使用传统的牙科方式 治疗我们被拔掉的牙齿 例如传统的牙科治疗方式 有活动甲牙 活动甲牙因为相对不稳定 所以常常没有办法用来拒绝比较硬的食物 很多因为活动甲牙带不习惯的人 前来求诊希望植牙 都是把活动甲牙放在口袋里头 而不是放在嘴巴里 第二个传统的牙桥 传统的牙桥最长期的缺点 就是必须磨掉两把好的健康的牙齿 做三颗相连的假牙 因为三颗相连的假牙 所以清洁不易 很容易导致二次的蛀牙 只要要成功 最关键的第一步 就是要健康的食操骨 如果把吃鸭当成是盖房子 地基就是我们的食操骨 如果地基不稳房子就会倒 那么怎样才能算是健康的食操骨呢 在所有的植牙之前 我们都必须用植牙专用的 追装术电脑断层扫描 进行精密的分析 以及测量食操骨的健康程度 如果太窄太低的食操骨 都不适合直接纳来质压 因为会影响到成功率 以及可能会伤到一些重要的神经 血管还有重要的器官 所以如果不适合 要怎么补救呢 我们必须用食操骨重建 来恢复食操骨的健康 传统的食操骨重建的方式 大多是利用自体的骨块 也就是我们必须从身体其他地方 去取得这样的骨头来源 其中有头盖骨 咖骨 以及颈骨 但是因为需要全身麻醉 所以需要住院 身体其他地方多一个伤口 恢复比较慢 而且比较多并发症 我们现在非常做的方式 是利用引导骨再生 引导骨再生 是因为材料学的进步 以及骨头生长期短的润饰 还有手术技巧的改良 简单的讲 就是用人工骨粉 混合我们的自体生长因子 引导骨再生 最大的好处就是 只需要局部麻醉 手术当天即可返家 而且身体其他地方 不会多一个伤口 硬发症小 也比较不会痛 再加上因为不需要受限于 我们先天的骨头的形状 以及大小 所以对于骨头的成长 几乎没有所谓的限制 以下是我们两个重建的范例 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荧幕的左手边 绿色箭头所表示出来的 就是太窄的骨头 我们可以看到骨头 大概只有0.1到0.2公分 根本没有办法直接质压 经由指头骨同建 我们可以看到黄色的双箭头 我们将骨头达到 将近一公分的一个宽度 如此一来 质压变得相对简单 而且容易 第二个 是太低的指头骨 我们可以看到荧幕的左手边 绿色箭头所表示出来 是一个极度严重的缺损 我们的骨头达变成像是一个B型的缺损 三骨一样的缺损 经由指头骨重建以后 我们将骨头恢复到原本跟周边一样 健康骨头相同的高度 如此一来成功率大为提升 而且较为稳定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你的指头骨条件是否适合质压 以及可能害怕质压失败 而只是不敢接触的患者 甚至经由你原本的医师 确定你需要先经由指头骨重建 才能质压的人 或者是你希望能够有安全 而且具有高层功率的质压 都欢迎前来咨询 您可以先透过Google 搜索苏俊阳医师的名字 就可以找到部落格 上面有许多关于 指压相关的胃教 以及一些正确的观念 或是可以直接前往冷门诊 冷门诊是星期二 星期三已新出的下午 三分钟医学堂 让你更健康 我是口腔外科苏俊阳医师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